听说呀,日本人呢,就用这种方法呀,去剪铁皮 咱们看呢,效果行不行 这么一次呀,它也不好使啊,来回乱转 看来呀,这个方法呀,不太好用 下面呢,看一看咱们中国人呢,自己发明的剪板器 它呢,有两个铁轮组成,带了一根纯动轴 两个铁轮的一碾压,就可以剪铁皮了 你把这根纯动轴呢,卡在电钻上面,就可以了 咱们为了防止它来回摆动啊 利用一根堂皇和一根铁棍,把它绑在电钻的手柄上面 这样呢,前面两个铁轮啊,就不会来回摆动了 利用堂皇的好处啊,就是电钻的手柄出点细点的,都可以去使用 你看,这个铁棍跟电钻形成个三角区 三角的支撑力啊,最大 这个铁皮啊,是采钢瓦,大概在0.4左右 你看,咱们轻松啊,把它剪开了 而且呢,剪铁铁皮啊,没毛边,没毛刺 就像剪刀剪铁是一样的 像这种带水槽的,带棱带角的,咱们也能去裁剪 而且呢,也很轻松 你反过来,剪反面,咱们也是可以裁剪的 它呢,不非反正面 用起来啊,非常的方便 它能剪直,就能剪弯 能剪方,就能剪圆 你想剪什么形状,按照自己的石头去裁剪就可以了 可以随便拐个弯,磨个角,都是可以的 这个采杆法也有点薄,下面看一看,这个厚一点的雪花铁能不能裁剪 它是1.0厚的 我们这个剪板器啊,剪1.0厚的铁皮啊,你看也很轻松 无论是剪边,还是剪中间,大都是可以的 看来呀,还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这个剪板器啊,确实不错 喜欢你点个赞,感谢支持